先是调查企业的负面信息 然后再拿着这些证据去勒索企业 如今新闻敲诈 已经成为了网络非法删帖的 易发地和高发地 国家网信办最新的统计显示 截至到本月5号 已经有103家违法违规网站被关闭 很多网站的灰色利益链逐渐浮出水面 您好互联网举办中心 前不久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接到某企业举报称 自己遭到了中国经济网环保频道的敲诈 和他们联系的记者称 如果不想让网站报道这个事也不难 交钱就行 公安机关进入调查后发现 中国经济网环保频道的广告代理人 陈瑞刚有着重大嫌疑 陈瑞刚和中国经济网 签订的广告代理协议显示 陈瑞刚背后是一家名叫北京海之润传播有限公司 而双方的合作绝非广告合作那么简单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网站把这个频道交给他来运作了 就是说整个网站是发布广告啊 或者是发布这个报道这些内容就由他来进行操作了 原来陈瑞刚为首的犯罪团伙并不只是代理广告 他们甚至取得了整个中国经济网环保频道的采编权 并以此为要挟在山西内蒙古等地进行所谓的负面采访 网上曝光后再找企业要钱 如果企业不合作还将以更大篇幅的负面报道向要挟 在这种压力下很多企业只能乖乖掏钱 根据不完全统计和中国经济网合作的三年时间 陈瑞刚团伙成功敲诈了十多家企业 非法收入数百万元 此外陈瑞刚还如法炮制承包了中国青年网的能源频道 与中国经济网的环保频道互为掩护 对诈骗过的企业进行二次敲诈 请不吝点赞 订阅